Frederick Nietzsche wrote What really raises one's indignation against suffering is not suffering intrinsically but the senselessness of suffering 大家好,我是阿祥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犯罪心理第106个案子 蒙大拿州迈尔斯城 小行女雷和希德尼在一个加油站停靠 他们旁若无人的亲热者 一边大谈着结婚的话题 希德尼是个不婚主义者 而雷却一个劲对他灌输 两人结合有多少好处 横看书看这都是一对秀恩爱的热恋男女 旁边被灌了一嘴狗粮的大叔忍不住了 年轻人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啊 可下一秒 两人在便利店里毫无顾忌地大开杀戒 其高调程度丝毫不逊于秀恩爱 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不久后BAO接到当地警方的求助 加油站6人被杀 现场没有监控录像 只能通过弹道测试确定枪手是两个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他们的作案毫无计划 完全是心血来潮 这种疯狂的枪手不会只犯一次案 很快还会有新的受害者 十几个小时后 希德尼和雷来到了南部的比林斯 在学习了一个超市之后 他们在车里开展了事后运动 酒精 毒品 爆炸 性爱 带来的快感让他们越加疯狂 他们感觉自己深深地爱着彼此 BAO在去迈尔斯城的半路上转到了比林斯 一般来说最新的犯罪现场最有研究价值 幸存的目击者说枪手是一男一女 而男女同伙通常有两个特征 第一 他们一般会相互取悦 这种取悦既有生理上的又有心理上的 为了让对方更加满意而努力表现 第二 他们为了刺激和快感而杀人 除非落网否则不会停下 法医告诉瑞德 他从来没有见过手法这么残忍的枪手 死者的脊椎被活生生打碎 近距离攻击还包括用撬棍击打 相比枪来说 撬棍这种武器更加私人化 而改用私人化武器 证明凶手的自信心正在膨胀 对暴行的兴奋程度也在增长 摩根和亚伦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大米粒 但超市并没有销售大米 说明这是凶手刻意所为 再加上超市被抢了很多的酒 他们判断凶手可能是一对新婚夫妻 正在欢度他们的蜜月 这里顺便科普一下 在一些基督教国家 人们会朝新人撒米 已表示一种祝福 这个想法随后得到了印证 加西亚查出 在案发前两天 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分别都有便利店被袭击 只是程度没有这么重 看来凶手正在贯穿蒙大拿州 进行他们的蜜月之旅 此时雷问希德尼 他们的蜜月接着怎么安排 希德尼乐死不疲 想要继续这场狂欢 这次他们不再选择加油站和便利店 而是去了一个人又多 又能标演技的地方 借酒呼住会 雷谈到他幼年时 曾被酒鬼父亲猥亵的事 后来他也成了一个酒鬼 目前正在努力地借酒 已经进行到了第七步 雷在讲故事时 通常还像个正常人 只要别碰到让他恼火的话题 比如导师现在所说的 他认为虽然雷的遭遇不幸 但让这件事一直影响他 而被酒精驱使 就是他的错误了 雷不允许这样的质疑 他被伤害时只是个孩子 这怎么能是他的错呢 于是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 护助会瞬间变成了修罗场 西德尼听到枪声冲进来 与他一起战斗 走时还不忘给一个 想占便宜的男人补上两枪 BAO认为 凶手很有可能是在护助会认识的 倾听了彼此的故事 因为相似的经历而惺惺相惜 护助会的地点 并不在他们一直以来的路线上 所以他们来这儿 很可能并不是杀人 而是真的来戒酒的 并且他们已经到了最困难的几步 第七步认识缺点 第八步承担责任 他们重复地进行这些步骤 因为他们在最关键的第十三步失败了 那就是戒酒成员之间 不能产生情感联系 于是他们对警方发布了策写结果 凶手是一对新婚夫妇 酒精在他们的关系中至关重要 他们所杀的人 是造成他们内心痛苦的代替品 从加油站转战到护助会 是一种自救行为 证明他们中还有一人理智尚存 因此两名罪犯一个是反社会 另一个是精神病者 反社会和精神病在病理上相似 但反社会者一般不主动参与犯罪 容易受到唆使 但精神病者却是个完美领导者 杀死一切挡路的人 又一次戒酒失败后 希德尼建议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做的 才是一切痛苦的源头 于是两人开车来到了雷的老家 希德尼用摄像机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雷的父亲隔了半天才认出他来 不过下一秒 他的脑门就顶在了枪口上 由于护助会都是匿名参加的 BAO查不到昨晚有谁来过 但家下可以通过网站浏览记录 来确定有谁查找过这个护助会 一个叫雷的浏览者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男人从十岁起 就辗转于各个寄养家庭 两次酒后驾车肇事 还被前女友申请了禁止令 一年前他的前女友死于酒精和吸毒过量 雷的情况非常符合测写 家下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个精神病 这个工作干久了 对精神病都有了一个敏感度 艾米丽联系了他的几个寄养家庭 据说雷是因为毒品和暴力 才离开亲生父母的 亚伦立刻联系了雷的老家 可这时他的父母正被他用枪指着 父亲多次发誓 自己从来没有碰过雷 母亲告诉他 他离开家是因为吸毒 被猥亵只是他自己的想象而已 可此时的雷根本听不进去 开始玩起了俄罗斯轮盘赌 以此逼迫父亲进行第九项步骤 做出补偿 父亲始终不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 但这时希德尼却突然对他开了枪 雷对他的自作主张非常恼火 但希德尼却告诉他 这是因为你自己下不了手 雷气得直跳脚 他一直都希望自己是事情的掌控者 而希德尼根本不听话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 希德尼替雷开了枪 这个行为一定惹恼了他 根据雷的母亲所说 瑞德认为雷扭曲了弥补的意义 实际上是他要对自己伤害的人做出补偿 但因为精神错乱 他误以为是别人要对他进行补偿 从而脑补出了自己被伤害的情形 艾米利判断 希德尼才是那个精神病者 是他一直主导了行动的节奏 可雷不允许自己被掌控 两个人现在一定陷入了争执 这或许是个攻破他们的契机 紧接着加西亚查到另一件事 证明希德尼是个妥妥的精神病者 他因为酒驾肇事入狱 为了获得假释而被迫戒烟戒毒 巧合的是雷的前女友 也在同一个地方进行治疗 但他只是戒酒而从来没有吸过毒 可死因却是吸毒过量 BAO推测是希德尼用毒品杀了雷的前女友 精神病者会为了排除障碍干掉所有的人 希德尼为了得到雷而杀人 因为他和雷的经历是如此的相似 让他认定这个灵魂伴侣 在帮雷杀掉他的父亲后 他也会去找自己痛苦的根源 那就是他自己的父亲 车子一路开到华盛顿州的一个加油站 希德尼的父亲是这里的老板 难怪他会这么痛恨加油站了 希德尼摆出诱惑的姿势 提醒他父亲做过的龌龊事 但父亲却恳求他的原谅 说自己在信仰了上帝后 已经改邪归正了 希德尼听后扭曲地大笑 现在的他哪还相信什么上帝 如果真的存在 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 为什么不出现 他们歇斯底里的把他痛打一顿 这时一个女孩突然跑了出来 那是父亲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所生 希德尼看到他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他认定这个女孩一定也被父亲伤害 突然就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 他让雷把父亲拖到仓库处决 一厢情愿要把女孩带走 就像是在解救过去的自己 虽然女孩一个劲在说 父亲很疼他 从来没有伤害过他 可希德尼就是不相信 就在他们走出加油站时 摩根和艾米利找了过来 一场枪战随即爆发 希德尼被摩根射中 不得不退回了店里 雷劫持了小女孩当人质 BAO只能设法劝降 雷的情绪处在失控的边缘 随时可能开枪伤人 而此时的希德尼竟然开始保护小女孩 小声告诉他不要反抗 雷提出了条件 要求打伤希德尼的人进来道歉 再安排一辆车让他们走 完成他们蜜月的最后一站 于是亚伦安排摩根进去送药品 顺便谈判 但雷拒绝交流 拿了药后就把摩根赶了出去 草草处理伤口后 希德尼忍着剧痛猛灌了几口酒 他只关心他们的车到了没有 于是雷再给摩根打电话要车 摩根抓住时机 试图离间两人的关系 将雷的前女友被毒杀的事说了出来 摩根让他好好想想 一个从来都不碰海洛因的人 怎么会注射毒品呢 他的身边到底谁会这么干 如果一个女人挡了希德尼的路 他会怎么做 雷不相信摩根所说的 摩根叫他尽管去问希德尼 他保证希德尼不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会用其他方式来逃避 比如再次对他献殷勤 雷一边嘴上拒绝 但行动却很诚实地照做了 他问希德尼是不是杀了他的前女友 希德尼果然闪烁其词 摩根乘胜追击一口咬定是希德尼做的 雷有些暴躁地挂断电话 作为一名反社会人格者 极易受到唆使是他们的特点 除了被希德尼控制 雷也容易受到一切人的影响 因此摩根的话已经扰乱了他的判断 于是在希德尼再次提出亲热的要求时 他彻底相信了摩根的话 希德尼的种种表白 爱意都变成了他极力掩饰的谎言 雷觉得自己被最爱的人背叛了 爱的极致反面是强烈的恨 雷亲手掐死了希德尼 他控制不了自己 但仅仅几秒钟后他就后悔了 可无论他再怎么喊 希德尼也不会醒来了 伤心的雷流下了眼泪 他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他们疯狂的爱情和人生 他按照希德尼说的放走了小女孩 然后带着他的尸体冲了出去 死在警方的乱枪之下 幻想中 希德尼穿着洁白的婚纱向他走来 但最后他们终究没有握紧彼此 以上就是犯罪心理第六季第十三集的案件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看出来了 本集的男女主缘型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雌雄大盗 邦尼和克莱德 1930年21岁的克莱德因为多次偷窃被判入狱 而他和邦尼的相见就发生在第一次假释期间 19岁的邦尼对克莱德一见钟情 确切地说是痴迷于他的坏 出狱后邦尼跟着克莱德到处抢劫 最终演变为杀人犯 而在现实中 像邦尼这样痴迷于坏男人的女性无毒优偶 他们对罪犯超级崇拜 甚至愿意嫁给死刑犯 因而后来心理学上有了一种行为 叫邦尼克莱德正 还真是实力诠释 什么叫做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当然了 扭曲的爱情观必有其心理根源 一个在健全家庭中长大的健康女孩 是不会做出这种极端选择的 所以要提醒部分为人父的朋友们 为了女儿们的幸福 也要努力做个好男人哦 好了 本期的案件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接受更多精彩单约案件 请继续关注本系列更新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